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订定5月22号为女人情欲妥荒节 批判由男人主控的性文化 并且公开争取女人情欲自主的权利 各位都看到刚才那一段的VCR 我们今天为您访问到的呢 是府仁大学的女研社的社员赖于荣 以及东武大学女学社的社长陈志芳 还有呢在我旁边呢就是府仁女研社的社长陈宜璇 刚才我们看到这段VCR 那个时候你们在5月22号在大安公园 那时候是你们在诉求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我们主要是在诉求就是说女性身体自主 然后女孩子的情欲可以是多元的 而且是由女孩子自己来定义 而不是以传统有男性的价值来看 是 那那天你们在大安公园 因为所诉求的是女性身体的自主权 情欲拓荒 那行人呢或者你们演出的这个节目里头 有没有什么样的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我们里面其实就是像有一个文化的同学 然后他是出来跳舞 那就是有点像是他是跳设行酒店里面的舞 那就发现说在场有一些男性的眼光啊 就是会觉得说是用一种比较威胁的眼光在看 然后像还会有老先生跑出来跟我们说 没有性骚扰拿来性高潮这样子的话 你说那个老先生有多老 因为我现在自从四十岁以后 我经常说人家老舅发现四五十岁那个老人就是我吗 大概六十几岁 有六十几岁了 好 那就暂且把他们说是老人吧 或者是说像我们在游行的时候 我们的诉求就是会觉得我们是要自主的或什么 可是就会跑出那种男孩子 然后操操他的电话柱子给我们说 我们去找他 他可以让我们很性高潮 对对对 那像很多很多朋友就会说啦 就是说女人在讲情欲拓荒 那这样的话这个当然就是随便男人就可以找你们啊 因为你们要情欲拓荒啊 所以当然男人找你们就可以 那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跟想法跟你们所要求的女人身体自主的情欲拓荒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 我讲一下好了 我觉得那个整个社会大众在看待女人身体自主 或说他们看到情欲拓荒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误解 那我觉得好像应该先说一下 我们认为什么是情欲身体自主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只在说我们要或者是不要 你说在性方面 对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甚至要有能力去说要 或者是有能力说不要 是 对那我们刚刚看影片也看到那个文化的同学在跳舞 那隔天媒体上其实会说成她在跳脱衣舞 但是其实当天的状况是我们看到一个女生 她非常自主的在展现她自己的身体 运用她自己的身体 那对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压抑的女生 她其实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说的是我们怎么去累积那个资源 那个资源是让我们不仅说要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 然后说不要的时候也有力量说不要 是 刚才我听到这个陈志芳讲说 那是一个跳色情酒店的舞 然后陈一璇你又讲说我们只是一个随意的跳舞 在这样的一个话的隐含里头 是不是你们觉得说在色情酒店里头跳的那种舞 跟平常自己身体自主想要跳的舞是不一样的呢 还是说你觉得那样子在色情酒店的舞是比较 在这个价值判断上是比较低俗的 我们自己这样跳的舞是比较不一样 有这样的意涵吗 我想那个陈云荣他其实后 就是说在跳舞的那个同学 他后来其实有稍微阐述一下他表演的这个意涵 就是说他之前先跳了一段是女人在拖 就是在展现他的身体 那后面那一段是他就改变成男装 然后他说的是 为什么大家看到的只有女生在跳舞 说大家会注意到的 但是当一个男人这样展现他的身体的时候 这其实在社会上是一直没有被看到的 那你们觉得说 的确如果说一个女人在这个街上这样跳舞 人家就会特别注意 男人人家就比较不太注意 那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你们这个主张女性意识情欲自主的这个立场上 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在社会里面 女孩子好像就是一个被观看的物品 对他不是一个主体 而是在男人眼中是一个客体 所以他的一行 他的言行举止 甚至他的服装打扮什么的 所以电视上才会有这么多 像一些广告说要怎么硕身啊 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都是为女孩子做 那他其实弄了这么多 他主要就是要给男人看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明显社会就是这样子 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看你们三位年纪都很轻 你们还在大学念书嘛 那不晓得你们的女性意识啊 是怎么样子出现的 是不是可以分别都谈一谈 我们先从赖元蓉开始好不好 我们按照顺序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的女性意识其实比较大的启蒙 是从进了女人社开始 你是几 我大一就参加女人社 那其实之前在高中就有接触到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女性主义的东西 对那我其实觉得接触到这东西对我来说其实蛮震惊的 就是说我以前在我身上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或者我把它视为我觉得是我不好的部分 我比较没有信心的部分 那我后来看了这个东西所谈的 他告诉我说什么叫做女人的主体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我那个女人的主体其实一直是被压抑的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当你小的时候 因为你才二十几岁嘛 那你说你这个进了大学 那大概你高中以前身为一个小女生 你有什么样的压抑呢 我在以前就是从国中到高中 我一直是就是从小就看穷瑶小说长大的 对然后我就在 我们四五十岁的看到你们二十几岁还在看 对现在应该还在看嘛 对然后其实就是一直非常憧憬里面的那种爱情关系 就是我就觉得说我这辈子就是等待一个白马王子的出现 那那个白马王子其实书上也讲很清楚嘛 就是非常温柔啊 然后对待你就是全心全意的 然后当然我以前也对性这个东西 其实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对我觉得只要我维持我的纯洁之身 然后一直到我新婚那一夜 我的丈夫就会教我所有的事情 然后对那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为了让自己变成像小说里面那样的女人 所以必须是非常温柔 然后没有自己的意见 不能就说不要有自己的一件事是好的 对然后让然后装傻也是好的 这样男生才会喜欢你 那我会变得非常的注重男人的 男生对我的一些想法 他们给我的一些评语 对那完全没有我自己的意见 然后去配合他们的标准 对 那不晓得说陈志芳你是怎么样子出现女性意识的 其实我觉得我从蛮小就已经有那样的感觉 大概是在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班长一定要由男孩子来做 然后女生只能当副班长 纵使那个女孩子 其实他是考在那个男生的名次之前的 那我觉得很奇怪 那一直到国中高中 其实我有时候在家里会隐隐约约觉得 为什么家事好像总是我妈妈和我在分担 那我爸爸和我哥哥就好像觉得都不是他们的事情 对啊 那差不多到大学吧 就是进入女颜色开始 比较是有那种论述的加入 那我就比较会从社会结构来看 那以前只是从自己经验来出发的 对 那那个陈一璇呢 我想我觉得可以讲一个就是 我觉得跟陈一璇很像是 其实是从生活上很细致的部分感受到的 例如我记得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亲戚跟我说 要考好一点的大学 那这样你将来才可以找到好一点的办理 对 那我就会去思考说 那难道一个女生她去追求一个好一点的学问 是好像一个女生 她其实从小一直在酝酿自己身上好的条件 好来将来可以获得一个好的伴侣 对 不管是家里人会希望你可以做做家事 学一点家事 所以我们听到了 这你们二十几岁的三位讲的这个 你们成长过程 好像跟我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都没有什么两样嘛 那这里头有一个 就我个人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既然你们刚刚说的 就是包括自己的生活上的经验 以及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家庭的 那你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从性自主这样出发呢 因为平常人家女性一时觉醒的话 也许是透过两性关系 或者透过像你们刚刚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经验的反省 你们为什么别的不挑而挑从性这个主题开始出发 是谁可以谈谈 我先讲一下好了 就是说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他要自由 他要自主 其实最重要就是从他自己身体的自主开始 那这样的话也许听起来很荒谬 就是说这个身体明明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可能 怎么不能自己去自主 不能使用它呢 那事实上我觉得从女人的经验来说 事实上我们是不能使用自己的身体 或者说我们对自己身体并不了解的 为什么不能使用自己身体 我想就是可以连到我们那天当天的活动 有一个性知识大考验 那他就有 他其实出了一个问题是女人的 他就把一个女人的性器官画出来 然后告诉 问大家都这是什么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就那天你们有人这样子的这个考试 对 那结果就发现 事实上大部分女生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 那更不用说她知道她的快感来源 或者是说她如何欣赏自己的身体 我想女人跟自己的身体 所以最有关的部分 大概是她开始注意说 我的胸部够不够大 我的腿够不够美丽 大概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又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并不是她自己的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是自己 从自己的主体来出发 看待自己的身体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 我们要谈性 事实上是有这个部分存在 一个人要先要自主 我觉得是从这边开始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说 像报纸上都有写嘛 单身 你们要争取单身条款 我们很赞成 你们要争取民法清楚片 我们很赞成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谈性呢 就是说他们前面这个东西 他们都可能说 因为很合乎人权 他们都会说一些话 那不管他们私底下 到底赞不赞成 可是对于性 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很多 非常反动保守的东西出现 而且想到说女人 而且你们是小女生 然后在公开场合 谈这个呼吁的性自主 那好像觉得 有点跟传统不太搭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选择这样的议题 其实是对这个社会 所谓的男性为主 是会做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它其实可以勾引出 更反动更保守的声音出来 所以你们是故意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故意其实是有点巧合 譬如说台大这个APM事件 我们引起了那个社会的效应 其实我们认为那是非常正面的 就是有那个空间是可以讨论女人的性 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因为事实上性一直都没有被放入 所谓的公共的谈论里面 对 人家都觉得你自己家的事 可是这个对女人来说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对 那陈志芳跟陈一璇有没有要补充的 或者是有别种看法 我讲一下那个 女人运用自己身体的部分 是 就是说我从小其实遇到很多性骚扰的事件 那以前真的就觉得每次遇到很害怕 然后全身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反击 对 像在类似一些公共场所也碰到的 对 那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女人她真的不会用自己的身体 不管是性方面的压抑 或者是根本整个社会不鼓励 女生是展现自己身体的 对 那个东西 我觉得放在我们讨论的身体自主权里面来看 我觉得我们也不只在谈性方面的东西 是整个女人怎么样展现自己的力量 身体上面的力量 那人家有些人也许会说 你看电视上连汽车广告也都是女人的身体 那那种跟你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 那其实跟陈志芳刚才说的 就是说其实女生是被物化的 她被看成一个商品来看 那我们也很清楚看到 那样的广告里面女生都是很合乎整个社会 尤其是可以说是男性社会认为一个美女的样子 身材很好 三维很 凹凸有致 对 对 所以那样的女生其实跟我们谈的一个 主动展现身体的女生是不一样的 因为她们其实是被放在一个被观看的位置 她们你认为说主动展示自己的一个女人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谈主动的意思是说她可以说她要 她也知道她怎么要 然后她不要的时候呢 你是她也有力量去反击的 对 像我现在就会觉得如果我再遇到一些性骚扰的事情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不知所措或是在那边哭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对她有一些反击 是 我想身为女人大概都会有个共同经验 就是被性骚扰了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时候 会觉得恐惧 不知所措 我想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从老到小都是类似的经验 那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年龄 而且还在读书 那你们这样子的主张 而且站到社会上了 然后媒体也照你们了 那你们三个人在家里头 父母啊 或者说是怎么看你们的呢 你们在家里头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挣扎 或者家里的冲突 有没有这样子的事 其实应该算是有吧 因为刚开始父母亲的观念也是会很保守的 因为她还是会想象着我以后必须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嫁掉的 她觉得你这样子就不容易嫁了 对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 我觉得不只在我身上可能很多女孩子都一样 从小到大都是被教导的就是要乖乖的 然后尽量不要去不要惹事生非干嘛的 因为那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癥结啊 你的清纯啊什么的那一类 那何况是我们在讲性这种东西 他们听起来是会很大逆不倒的 那我觉得大概是慢慢的沟通吧 沟通 然后父母亲就会发现说 其实可能我们也有一点点的道理在里面 然后我也不再这么认为在婚姻市场上价值很高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 我觉得我可能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所以我有跟他们讲 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吧 那就看自己吧 就是不得不接受了 对 对 那你们两位呢 在家里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这个 我讲一下就是 像我母亲她就会问我 其实是类似刚才的问题 就是她会说她非常支持我去争取一些 为女性的权益争取一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要谈性 对 那这个问题 我当然也是就是会看她有一些沟通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说 其实整个社会大众 或者说我们看报纸 整个大众对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声音 很清楚看到 他们其实认为这样的女生是那种很解放很随便的 对 就认为说主张这个情欲自主的话 就是随便的 对 但是我觉得对放在家庭里面来看 我觉得那其实正好是一个反应 就是说其实我的母亲看到了 我会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女生嘛 就是说其实用这些说法的女生 她其实根本不是要随便的 只是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要是什么 那我觉得父母其实也会蛮高兴 你的女儿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 那你们怎么敢站出来的呢 在决定站出来前 谈这种议题前 你们心里完全没有过任何挣扎吗 因为要对社会公开的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站出来并不是代表我们个人 我觉得这很清楚是说这就是一个组织 而且很清楚是女学生的组织 那我们为什么要以一个女学生组织站出来 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把女学生跟性联想在一起 唯一能够联想到可能就是性骚扰 对 这是一个侵犯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我们是自己站出来 而且自己说出我们跟性的关系 我们自己去诠释它 那我觉得这是意义所在 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就是纯洁的啊 因为你们还没结婚嘛 这不可能跟性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就是要打破这个东西 是 你刚刚谈到了处女情结 那因为这个跟情欲拓荒是非常相关的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子 这个处女情结的部分 像 好 我就以我们当天有一个活动来说明一下 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说 有四个女生站在一起 然后我们用一个布把它绑起来 那这四个女生各代表不同四个身份的女孩子 把每一块布把自己绑起来 一条布把这四个女生绑起来 对 好 绑起来是代表 他们都是在处女情结这个东西里面 那有其中一个女孩子 她可能是结过婚的 她有性行为的 那一个女孩子她从来没有跟人家做过爱 那有是女同性恋的 那也有一个还没结婚 但是跟人家有性行为 好 那这样四个女孩子 我们把这条结打开 我们宣称说我们解开了处女情结 然后这四个女孩子都说 他们都不是处女 可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说 她从来没有和男孩子发生过性行为 但是她仍然不是处女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 我们要重新去定誉处女这个东西 她是故意讲说 虽然她没有跟人家发生性行为 可是她不是处女 对 那我觉得重点是说 这样子一个处女情结 对女孩子的压迫 是非常严重的从骨到井这样子 那就是说不管你什么事情 女孩子从小到大来做很多事 我发现我们都会因为 这个处女这个东西 而去小心翼翼 是 这个女孩子就比较不能挽回来 为什么怕被强暴 强暴重点当然还不再强暴 而在她不是处女 对 他不是捷径即生 对啊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觉得要颠覆处女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对 不管处女魔这个东西存在于否 而是处女这样子的一个称呼 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束缚 是 那全国大专女生行动联盟 是从三年前开始的一个组织 你们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会开始的 然后她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 三年前之所以会成立 其实是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 就是那个三月学运的时候 那在那个学运的 就是所谓的野百合的那次的行动 那在那个行动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杰出的女学生在里面 那个已经第二次野百合了 对 第一次野百合是1989年的 是 那其实这都是前辈 我也是这样听过来的 那他们 就是说他们发现说 虽然他们非常的杰出 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权力的核心里面 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学生运动 关心社会一般事务的 所以他们发现说 其实有更重要的东西是一个 所谓的女性的权利的部分 女学生的权利 所以他们会组织成这个联盟 对 意思也就是他们在这样子的活动也发现说 连学生里头也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的歧视 对 就是说那个学运圈看起来是非常前进的 对思考思想非常前卫的 对 所以这样子才有一个 那各个学校好像以前并没有那么多的女研社啊 或女学社 现在每个学校都有了吗 大专院校 剩静怡好像 剩下静怡还没有了 对 可是各大学我们都会听到有些声音就是 其实有很多女生是希望可以成立的 对 或者是有地下的 为什么会变成地下 是学校不准还是什么 我觉得有些学校的状况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 是 对 那你们所知道的现在反正很多学校都有女研社 女学社 对 那你们平常有没有什么聚会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种 一种在校内或者是跨校的这种结合呢 我们通常以上学期还有这学期来讲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类似读书会的 对 然后是每个礼拜一次 然后大家其实会互相谈各校的状况 那其实也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是 大家互相交流资源的一个过程 你们读书会读些什么书 我们其实包括一些社会议题 还有像最近比较多在谈的是情欲的部分 是 情欲的部分 对 我们会做比较深入的讨论 是 那有人在谈说这个对于这个女性的歧视 或者是父系社会里头的一些情境 那有人在谈到说包括同性恋的团体 里头似乎也有这样子的学习 这个我们外头社会这种男女的互相对待 那不晓得说 这个你们对于同性恋 不管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 像你们这种情欲自主 有没有包括这些同性恋团体 或同性恋者在内呢 你是指那天的 所以当你们诉求这个情欲自主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包括这些同性恋的团体 或者说你们也一起关心到这些人 我想应该是说 当我们在说情欲要多元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没有把同性恋排除在外的 因为我们认为 当我们谈情欲多元的时候 同性恋当然也是多元其中的一员 最近什么叫做情欲多元 它其实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它这个情欲对象 或者说它情欲对象可以是非常多种的 也许是同时多种选择 或者是说它可以选择不同的性别 这可能是一个情欲多元的解释 或者是说它的整个情欲资源的运用 或者说它譬如 这可能包括说它的 除了做爱的方式等等 这个也是多元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工作 是 刚才你刚刚那样讲的时候 有些人就在讲说 这些女学生要求情欲自主 是主张滥交 在性上面的滥交 那请问一下 你们对于这样子的批评 你们是怎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说的 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情欲资源很多元 或者说对象很多元 是说希望每个女孩子 她都可以有很多管道 知道性是什么 然后她可以有怎么样的性 那知道了以后 我觉得才有能力来说要或不要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其实有很多女孩子 她都不知道 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样子 怎么样做爱 或者什么 她知道要等到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有那个男孩子来告诉她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女孩子 她原来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她被欺负的可能性 绝对会比她如果知道了 然后来得高 因为她如果知道的话 她至少知道怎么去抵御 或怎么样去说不 可是如果她不知道的话 当一个男孩子过来的时候 她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去拒绝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更有能力 去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 那我想最后剩下很简短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说一下 就是对于这次你们主张 5月22号定为情欲拓荒节 然后你们认为说 全国大专女生行动联盟 在这次的做法里头 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期的目标 就是社会上的这样子 还是你们觉得说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你们还要继续做的 有没有 我想和整个社会对话的空间 要持续不断地在扩展 并且持续不断地一直下去 因为对我们而言 绝对不是只有这次的活动就结束了 对 我想应该比较 我会比较注意的是说 除了和社会的对话以外 我还会希望说 和学校里面的女生 可以有更多的接触 然后我觉得 因为是从女学生开始 然后因为每个女孩子 以后都会出社会 所以我觉得以后 大概是会比较着重这个地方 是 就是说 全国大专女生行动联盟会 跟校内的女生多接触 对 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前面所讲的 就是说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 并不是我们就是谈性为主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的 就是社会上所会关心的事情 大部分就是政治经济 这种 所谓男人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 国家大事 那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 女人是没有位置的 对 那我觉得说今天女学生会 挑选这样的议题 其实是抢那个空间 而且是我们所谓的情欲拓荒 事实上是更是开拓一个女人 可以 可以有主体性 而且可以在一个 公共的社会性的场域 来谈这个议题的一个 一个举动 所以我想目前的一个 一些媒体的效应 其实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虽然说那个诠释 其实是还是一样 譬如说他就会说 你在跳脱衣舞 或者在一直强调那个性 情欲这样 就说或者性烂交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可以刺激 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认为说以后 还会有更多这样 就是我们更多这样的活动 是我想我们的后代 很多女生 包括女生的先生 爸爸 儿子也都会谢谢你们这样 一直在帮很多女人做事情 那今天玫瑰盛亚 谢谢你们参加 玫瑰盛亚的朋友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